LAYO聊世紀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 薩拉三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場比賽是 要塞地圖 這場比賽也是安迪對上DOT的 六場比賽裡的第二場 也不是第二場 就是我挑的第二場 這場地圖是要塞 要塞在天梯上面並不是這麼常見的 這場地圖其實有點像是競技場 它跟競技場不同地方 木頭其實不是 像競技場這麼多的 反而是會有這種後面的 石橋也可以進攻 還有黃金也在外面的情況 所以這個打法跟競技場來說 是有些相似的 例如這個火槍前壓 例如這個土耳其的塑地打法 或是戰車前壓 或是一個身頭 前置或是塔公公 都是稍微能用的 但是為什麼只是說稍微呢 是大部分情況下 這些瞭望塔跟城堡 都會成為主力 所以前期的這些打法 可能只有 土耳其速地打法 可能會更適合這張地圖 其他的打法就是有點堪用 那土耳其的 那波西密亞的戰車流 也是可以考慮使用的 好那這張地圖 因為有 城堡關係 開局 打要賽的玩家 都會用這個刺口去拉住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大約12點鐘方向 薩拉斯人是安迪 選擇的文明 那薩拉斯人的四級 非常便宜 而且交易手續費 有5%折克 那薩拉斯人呢 打法比較還是偏向 駱駝路線 駱駝的血量是非常多的 那到了地獄時代 大衝車 重頭火炮都有 而且還有工程工程師 大陸馬也有 強弩馬弓路線 也都是全能的 甚至也有火槍 後期呢 也可以打這個劍兵有師 但是槍兵路線 只有重頭長槍兵 少來可洗了一點 但是三攻三防 全部都有 非常強大 而且森率科技 也是全滿的 所以實質上來說 薩拉斯人 才是真正的 全能進攻的文明 想打什麼 就打什麼 全部的路線都能打 那接下來看一下 道德這個文明 道德選擇的是孟家人 孟家人呢 升級時 城鎮中心 每一個城鎮中心 都會給兩隻的村民 所以在生時代時的孟家人 村民是術會往往領先的 那後期的孟家人呢 他可以打相攻 強奴 還有槍兵 槍兵也可以打 雖然是沒有三級防 但是後期的洛馬也是能打 有這個三級馬拉開跟三級攻 但是沒有大洛馬的升級 但是他只需要輕騎兵 又可以對藏毛兵加兩點傷害 對於對方轉藏毛兵 打自己的相攻時候 有個很明顯的增長效果 那後期的孟家人 會面臨工程性不足的問題 沒有這個火炮 但是有這個裝甲戰象 跟工程戰象可以使用 所以他的後期呢 還是要搭配一些僧侶 去反制這方的火炮 可能會比較實用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打法會怎麼打 那沒意外的話 要塞這樣地圖 兩邊打支撐機率是比較高的 但這邊呢 那薩拉生選擇了19匹 升上封建時代 這邊打算要賣石頭買賣生 城堡 好這邊打了19匹 欸這個是 這個有點特別囉 好 哇 19匹 然後加2 21匹 點下了 城堡賽 看來安迪有備而來 這個是薩拉生的特殊買賣法 只賣了100石頭而已 那盜頭這邊呢是23匹 加2 點個來說是21匹啦 21 升 封建時代 然後加2 再升上去變了16 原來他每升級賽時都會加2寸喔 所以實質上是減4寸 他也是20匹喔 好 點上去的 但是盜頭這裡不需要賣石頭 臭名數是非常多的 好這邊就可以明顯看到 孟家人的臭名數是會領先對手的 那目前的領先數大概是4寸喔 好 孟家人這邊要來打 3TC開農路線嗎 還是要打一個前壓呢 那孟家人打前壓路線並不是這麼的優勢 但是連戰車前期插寶出戰車的打法也是相當極為不穩定的選擇 沙拉斯人果然也是打出了開農路線 三個人挖石頭 準備待會也要點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前期大家都是走了一個開農 農起來打地龍時代的路線 好這裡點下了二級伐木 兩邊都在探地圖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像競技場一樣 去打出肉馬配生女的減生物的打法 所以我們剛剛有說到 這樣地圖其實很像競技場 但是後面這個地方似乎被人家騷擾 好 那現在沙拉斯人第三個TC補下之後 接下來肉類穩定 就可以開始產生女 那道德這邊也是喔 先升城堡時代之後 趕快再開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好那待會有足夠的木頭 穩定肉類之後 再去下修造院 打法其實是比較好能理解的 只是策略上 會跟競技場比較不一樣 要塞升級會稍微快一些 好這裡果然馬上補下修造院 但是安迪這裡呢 安迪這裡的肉夠嗎 這裡安迪瘋狂在買賣 好這邊道德農田數量來到了16片田 安迪只有13片 田奇的經濟細節大概是這樣 那可以看到安迪的村民樹已經追上了道德 道德地上的TC蓋的比較慢一點 好兩邊村民樹持平 孟加拉人的四村經濟優勢已經消失了 兩邊的村民樹已經持平 好這裡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還想去農 但是道德這邊是選擇了 去偷生物的路線 安迪這邊是放棄生物的路線 這裡是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沒有去補下修造院 道德這邊是補下一擊挖金 安迪也補下了 兩邊的黃金科技都也稍微補了一下 待會也要來升帝王世代 前期兩邊是打了一個非常濃的路線 但是開局方面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這邊是3TC 這裡是4TC 兩邊的路線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結果當然是有差的 我是覺得有撿生物的內方還是比較好一點 好這裡三隻生女出發 OK這裡斷招響嗎 斷掉了 趕快撿趕快撿 不要去補下 但是來了來了 刺口來了 牡蠣兵也來了 好又逼退 然後再放生物繼續往下搬 招響來不及 被屠殺掉 這一次的生女 好薩拉森直接按了3隻奴隸兵 出來反制這邊的輕騎兵跟刺口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擋住這個奴隸兵喔 一定要轉出強奴會比較適合 好到這邊是轉 攻兵路線 果然是要轉強奴嗎 因為薩拉森的奴隸兵 他打馬功傷害也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要正常針對奴隸兵的情況下 用強奴是最適合的 那如果你說 那待會如果轉駱駝或騎士怎麼辦呢 那駱駝的話自然是不用怕 攻兵是很好射掉駱駝 那他的 他的騎士路線也更不用擔心 甚至連重裝騎士也沒有 所以薩拉森人其實很害怕 強奴這個單位 那這邊可能要轉戰毛兵去反制強奴 不然就是要轉中頭 轉型重型投石車也是一個很好打 道特這邊強奴路線的打法 這邊奴隸兵上去就是一陣狂輸出 沒有打算要撤 這裡城堡還在繼續蓋 奴隸兵四隻拉走 後邊補下了一個大學 地勇士帶身上去 道特第一時間要趕快蓋一下巨型投石機 但是右邊其實有一棟城堡 這個TC可能要視線被拆的位置 這個目標可能是要先打TC 右邊城堡 城堡不知道有沒有偵察到 拉了一隻村民往右蓋個哨棧 看起來是沒看到 右邊有一根城堡 果然是先打TC 上前開始點村民 但是沒有彈道學生的有點歪 村民應該可以跑掉 道特這邊11隻攻兵 沒有打到任何的東西 右邊哨棧 這邊應該是有稍微看到 有巨型投石機 就代表右邊有城堡 好奴隸兵一直在後面繞 看能不能繞到村民 看來這邊是要繞到了 蘭迪這邊化學已經點好 下回可以馬上產生火炮單位 看起來道特是比較稍微劣勢一點的 因為現在村民處是比較差 130村打109村 好這邊在嘗試繼續進攻當中 好這一隻村民又被點掉 到特這邊點下了強弩的升級 後方的奴隸兵 僧侶 兩邊帶來反擊這邊奴隸兵 奴隸兵真的很怕射 奴隸兵的遠防是非常低的 開設起來 奴隸兵還是有極大的優勢 好現在火炮出來了 接下來巨型投石機也會有危險 看這邊目標是先拆掉城堡 強弩上前 直接射掉這台火炮 奴隸這邊細節打得很好 火炮用強弩去解 趕快拉走 村民過來修一下完蛋 中了 好槍弩上前 開始點掉巨型投石機 應該是逃不掉了 好目前看起來 薩拉聖人拿到了首發先攻的位子 只要站 只要往前站的話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後方 這裡一波 往前走 強弩再度往前 奴隸兵往後拉打 火炮閃開 這個射程有點猛 奴隸兵一直一直被點掉 直接先點火炮 火炮有機會點的掉嗎 看一下這裡 打歪了 好單戰毛病出來 後方火炮一重被點掉 這裡強弩實在是秀得很漂亮 好但現在薩拉聖人 並沒有太多的弓兵採甲 戰毛病要被反擊回去的速度也是很快速 這邊是想要先點掉奴隸兵 但這裡不直接不理 先點掉兩隻戰毛 安迪這邊秀了個寂寞 好想要控一下 但是奴隸不理 戰毛病還在無情輸出 有三級射又有化學 戰毛病其實打強弩速度很快 好奴隸這邊看到對方轉戰毛 那我就要轉肉麻了 好右邊的巨型頭C 四台架起來 到頭的品種 二級馬鎧 也陸陸續續的點了下去 大二三人 薩安級馬鎧 加上彈道學草藥治療 也慢慢補齊了 那這個城堡應該是沒有辦法讓自己的奴隸兵去補血了 應該要被拆掉了 四台頭時機要拆掉是非常 要守住是非常不容易的 至少要二十幾村來修理 才有機會了 那很明顯 安迪這邊村民數量不夠多 城堡還是修不回來 好那現在安迪是用戰毛去扛前線 後面努力兵去守著 不要讓對方輕騎兵上前輸出 結果一上前輸出就死了一大堆的戰毛 直接被秒殺 後方的強奴突然沒有了阻礙 這一波交戰 道特是拿到了優勢 但支援量來說 道特還是劣勢當中 這TC經濟正式很好 後面巨型托使機開架起來 趕快拉走 拆掉城堡我們就走 這個戰術很不錯 道特這邊肉馬配強奴 問題不大 問題是要怎麼打贏現在這個局面呢 現在人家有高低優勢 這毛兵高打低 打強奴數量其實掉得很快喔 到了這一波可能會送光 真的要再上去嗎 我覺得不太OK 好但這邊如果看到後面又架了一個新的城堡 巨型托使機可以馬上拆掉喔 這邊安迪要再三思考一下 哎呦 洛馬應該有看到了 洛馬的視野是非常遠的 看到你在蓋城堡趕快架過來 但是安迪已經準備好了 好槍奴就去輸出 這裡怎麼拉幾隻臭民打架呢 OK這裡巨頭再次架齊 上面的三台巨頭也是架齊了 趕快反殺 後面臭民趕快來修理一下 好道特這邊點下力攻 好 洛馬要再補一些 現在戰毛兵無情輸出 已經點掉了非常多的強奴 強奴數量已經佈滿了十隻前方 後面趕快繼續補過來 完蛋了前方沒有阻礙 奴隸兵直接上前 想要硬點巨型投司機 好那這邊還是順利收掉了一台巨型投司機 這裡也是被移幻影的巨頭巨面 奴隸兵這邊還要再繼續補 精銳部分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但精銳這時候要點實在是不太容易 好奴隸兵的三級馬卡也記點很好 現在補攻擊力 戰毛兵要趕快繼續出 前面的壓力傷害非常的大 奴隸兵這邊強奴數量還有十三隻 右邊這個礦區也是穩定下來了 暫時不會被受到騷擾 那奴隸這邊還有個很小的細節 在左邊有補了一個單位 在左邊控一下黃金 那現在好像也不是控得近的時候了 現在這邊奴隸有點扛不太住 那孟加拉人遇到這個情況就有點棘手 對方是一個奴隸兵配戰毛的路線 兩邊都有互相克制的辦法 那強奴隸一直被針對的情況下 戰毛兵可以一直串也是蠻開心的 好奴隸兵沒有打算要繼續出太多 先慢慢的慢慢出 這個什麼慢按 快轉肉麻了嗎 看正前方的戰毛兵有點扛不太住 這裡怎麼拉村民出來打架呢 安迪怎麼又拉村民呢 看來拉到村民的次數有點高了 左側這裡上前一陣輸出 收掉了巨型投司機 第二台巨頭也順時拿下 好上方的巨型投司機再次收掉 兩台巨頭順利拿下 左方的奴隸兵收掉了剩下輕騎兵 但正面的輕騎兵也解掉了大量戰毛兵 道德這一波成功反大回去 那道德這邊要穩住局勢的話 強奴施量是一定要有的 那這邊可以考慮要不要再繼續轉出更多的巨型投司機 攻城戰象在遇到奴隸兵的情況下是絕對不能出的 因為你一出攻城戰象的話 奴隸兵可以瞬間解掉 很容易被一次針對兩種 那如果是打正地戰的話 孟佳人的話甚至不會太差 但是孟佳人後期可能還是要考慮轉一些僧侶 去招強對方奴隸兵可能效果會更好 但是僧侶的話又要擔心戰毛病直接上前硬點 但是僧侶又有個優點 就是他的射程非常遠 這是比強奴還要遠 所以如果奴隸後期可以轉出些僧侶去反制奴隸兵 或是對方的火炮或是重型投司車 都是一個很好的轉兵喔 好 奴隸這邊先帶繼續用巨型投司機想要趕快拿下 畢竟轉兵的黃金消耗量是非常可怕的 奴隸暫時沒有打算要轉出僧侶的意思 後面的火炮已經轉出來 殺生人後面的火炮開始壓制著奴隸的強奴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還有僧侶 轉毛病還在無情往前 三攻三防全部點完了 這裡轉往右邊進攻 落馬稍微抓到了一些村民 好 這裡火炮又打了一炮之後 槍路數量來到了4隻 數量也開始慢慢下降了 但是火炮也被道特全部點光 看來道特是用連接火炮解火炮的方式 好 這裡落馬繼續噴 右邊 右邊 暗迪的伐木攻擊點危險 不知道有沒有意識到 右邊道特有大動作要來了 好 道特這裡是繼續轉出肉馬跟強奴 兩隻僧侶放在家裡 暫時沒有太大的動作 就行頭司機架了起來 殺生人 這邊補下了水車模仿 好 模仿水車 待會就可以安心的 蓋建築物蓋快一點 要補一些產人的時候也會比較方便 但是現在問題是沒有黃金了 遊戲到了中後期 黃金數量已經歸零 殺生的奴隸兵真的是太昂貴了 敬銳奴隸兵也已經點好 不過我這邊砍奴隸兵好像砍得有點開心 但是巨型頭司機順利拿下 現在道特走一個多線進攻 左右兩邊都開攻 你手右邊我左邊都進攻 很明顯我覺得道特是稍微有點小虧的 我的巨型頭司機實在太昂貴了 好 這裡殺生人在勉強點下幾隻奴隸兵之後 黃金來到了極限 左邊這塊黃金最後是由道特偷挖走的 還是殺生人這邊透過買賣之力 可以稍微擋下 好 強奴直接上高低 想要反擊奴隸兵 後方的巨型頭司機 還暫時拿不下這棟城堡 這棟城堡瘋狂盾著強奴一頓輸出 已經急殺掉了大約快要20隻的強奴 強奴數量直接補道魯茲 但是城堡最後還是被拆掉了 好 現在沒有強奴承襲的道特有點危險 數量再繼續補一下 好 終於拉生女出來 但是殺生人也開始轉肉 鬥女直接硬身倒地 沒有辦法做到任何的事情 好 奴隸兵健壯 還可以再收個巨型頭司機 收掉就走掉 現在看起來奴隸兵還是有絕對優勢的 要繼續硬點 巨型頭司機我覺得問題不大 好 但是現在肉碼雖然有點多 還是稍微拉打一下 先把前方的清潔兵解決掉 不然自己的戰毛兵會有危險 好 戰毛兵要找個機會繼續點強奴 但是這裡是怎麼回事 三台巨型頭司機走到了面前 奴隸這一波可能會守不住 槍雖然回到23隻 但是每次拉打都對努力兵造成極大的傷害 後方戰毛兵在持續往前當中 右邊的墓區還是受到一些騷擾 薩拉森的臭屏數下降到127吋 好 奴隸這邊的支援量已經反超了 黃金也是 現在奴隸有足夠多黃金 可以再繼續再戰 但薩拉森人這邊有基礎支援的話 就可以再繼續透過買賣 獲取更好的價格 去換取更多的黃金 好 三台巨型頭司機居然就這樣架起來了 這一波沒想到 道特會打出正面 好 現在奴隸兵要趕快先把後方的奴隸兵點光 正面的肉馬可以暫時不理 好 奴隸兵點完之後就可以自由開火 接下來就是拼肉馬的數量 現在道特的肉馬數量可能要再更多一點 馬救產能需要更多 肉類也需要更多 現在木頭有點爆量 好 安迪賣了一堆黃金 看了一堆木頭 道特在裏賣了一些木頭 小兵都在拼數量 後面的火炮打得很開心 道特有沒有看到 後方有個討厭的火炮再輸出 又達到了一隻強弩 現在火炮是一個很難產的單位 道特現在是沒有太多的選擇 可以去針對後方的火炮 火炮只剩下17滴血 滾一下肉馬數量直接往後點火炮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但是在毛病又再次往前硬點 點掉大量的強弩 強弩又只剩下17隻 安迪的火炮直接被道特手撕 強弩的瞬間拿下了火炮 看起來道特是要往後拉扯一些會比較好 現在已經被打到出生點了 這裡要補一些馬救啊 或射箭場 且打且退一下 這邊是他的產能地方 而且農田現在也不是過多的關係 現在有點難以成形自己的強弩部隊 左側的黃金也挖光了 開始灑了更多農田 現在道特跟薩拉斯人兩邊都是黃金 來到了極限 現在安迪要打贏道特最好的辦法 就是繼續守住巨型投射 給道特更大的壓力 戰毛兵要繼續點掉更多的強弩 道特這邊要贏的話 一定要讓強弩數量成形起來 是他唯一能贏的方法 好 好 數量回到了三十幾隻 三十四隻 好 但是弱馬開始要走多線了嗎 看看可不可以抓到一些村民 但是只要正面的弱馬太少 戰毛兵就會被這些清醒兵直接上去 瘋狂開吃 戰毛兵有點不顧穴 上前點強弩 但是結果是自己的戰毛兵瞬間蒸發 落馬一瞬間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這裡直接擊殺了十六隻 但是右邊的多線有找到一個洞 抓了進來 道特似乎沒有看到 開始打多線了 這就是跟競技場不同的地方 直接抓了個包 好 道特這一波打完之後 稍微有點呼吸了 數量來到了四十隻的強弩數量 好 但是安迪的戰毛也是趕快補回來 甚至農田來到了九十片田 等明一波 請起兵再次想要突破戰毛陣線 但是後方強弩還在努力再點後方的努力兵 努力兵的數量也剩下的所剩無幾 當然薩拉三輪還是再次嘗試 往前把最新投資機給架起來 但是道特這邊的目標是要把這邊的 前方戰毛全部解決掉之後 才要去打巨型投資機的策略 所以暫時強弩還是會下降一些數量 哇 數量只傷二十幾隻 道特這裡的強弩有點厲害 但是有機會了 大野方的戰毛兵數量變少 貨物馬開始往前 直接點掉了一台 第二台應該也是拿下 槍子開始往後拉扯 好 最後又點掉了 最後就是新起兵 好 暗底的所有的巨型投資機都被收掉之後 要再產出封城產人也是相當不容易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五十三分鐘 兩邊打到了非常極限了 黃金都是鬼靈的狀態 那現在誰能讀下木區就是重點了 這就是跟競技場不一樣的地方 遊戲時間來到五十分鐘之後 野外的木頭也可以如 如頭黃金一樣架子 好 那垃圾兵的部分 奴隸兵還在繼續出 還是有十隻奴隸兵 空家這邊有點虧不成軍 道特要打出GG了嗎 看起來有點尾 坦能果然不夠 後面沒有補新的產了 但是應該是肉不夠多的問題 現在木頭有點多 那木頭的量現在安迪家裡 還有兩片木區 還有左邊這一塊 這一塊是大量木區 現在由於道特 都溃不成軍的關係 安迪中午有機會可以去BD 正面突破 開始騷擾後方村民了 沿線的部隊潰敗 現在道特只能先跪縮在家裡 先把村民跟人口重新補回 好 結果這邊以狼入室 吳三櫃又開門了 吳三櫃也關了 自己開門又關門 好 但這邊多線 讓安迪非常舒服 又看到了 哇 左邊大量村 好 左邊的巨型頭司機 開始架了起來 想要拆除左邊空圖的單位 道特這邊在重了一波之後 把所有的弱馬放了出來 開始反擊奴隸兵 跟這些的弱馬 由於沒有工程系列的關係 安迪這邊工程打得很辛苦 這邊重了一波之後 出來 出來 下方這裡也是被鬧了一波 但是下方聰明也是死了一片 道特左邊種田聰明 直接被這些弱馬 全部砍殺帶緊 但是安迪這邊有個問題 大弱馬還沒有提升上去 如果能提升大弱馬的話 自己的弱馬可以獲得更好的 決定性的優勢喔 但是現在要存出600塊黃金 實在是相當不容易 600塊黃金 在這個現代階段來說 就是三台巨型頭司機 如果有三台巨型頭司機的話 道特就會很危險了 好 這邊看起來 道特是需要往後撤一下 這裡再不撤的話 人產能起來 聰明也要補一些 道特可能會被一波打抖 好 強奴再次補了起來 在2024年的薩拉森的版本 是不怕戰毛兵的 以前的版本 奴隸兵是害怕戰毛兵的屬性 所以現在薩拉森人的奴隸兵 只能用強奴或者是駱駝 去解會比較好 或者是用大槍兵也行喔 如果你摸得到的話 但不管怎麼說 奴隸兵這個單位 依舊是一個造假昂貴的 好 所以道特沒得選 要打奴隸兵 就只能轉強奴 好 這一波點射 但是安迪一直在秀操作 一直在抖動這些奴隸兵 讓奴隸兵的生存能力大幅提升 正面再次吃掉 道特的所有單位 道特這一波 沒有辦法擋住這麼多的洛馬了 薩拉森的90片田 洛馬暴之力 已經要拿下整個戰場了 在洛馬倒數亂串 道特還有機會拿下嗎 黃金樹也沒有了 雖然他有生物很多 有五生物 那道特拿到要輸給五生物了嗎 這五生物看來沒有辦法成功翻盤 薩拉森人的買賣之力 到了後期有了明顯的效果 後面開始在補產能了 但這時候補產能可能也沒救 因為產能這裡就算起來 農田被騷擾 就沒有辦法穩定產肉 沒有辦法穩定產肉 勢必是沒有辦法產出兵力的 就算你有產能也沒用了 這邊村民開始要四處逃了 村民處已經只剩下115村 左側這邊村民又死了一片 道特好慘啊 又有個多線 這裡村民到處被砍 村民處下降到了 已經快要不到100村 這面的慘呢 也被巨型投擲機給控制住 休息時間來到了一個小時 大家是人補下大衝車 準備要來鬼轉 衝車都跟路線 左邊的木徐也順利拿下 這裡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現在的問題是回到了道特身上 雖然我有5生物 但我要怎麼翻盤呢 孟加恩的後期是相當無力的 沒有火炮 出槍兵的部分也沒有3級 步兵鎧甲 又很容易被戰盲兵給射穿 所以道特雖然可以轉槍兵 但是轉槍兵的話 也會受到蠻大的經濟傷害 果然還是受不了打錯了GG 我們恭喜安迪拿下比賽的勝利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道特拿下 石物黃金 木材黃金石頭的勝利 那石物的部分是安迪拿下了 大概8000左右的 武生物總共產了5556黃金 黃金甚至贏了安迪這麼多的數量 所以 這個遊戲也不是說 你產出最多的黃金 就會贏下比賽 轉兵跟出兵都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那安迪這邊是選用了三件套 戰馬 肉馬 還有努力兵 三件套拿下比賽 那道特的話 因為兵文明限制的關係 只能出肉馬跟強弩作為主力 那後期的問題 道特這個文明還是依舊沒有辦法解決 除非道特這邊 直接鬼轉中頭 或是重型弩炮 去搶劫這些戰毛兵 我個人覺得 效果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但是不管怎麼說 道特最後還是抱著5生物 輸掉了比賽 我們恭喜安迪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祝福 本身教會 bite LOVE amment 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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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